背景透明咱们说过了 但是呢咱们还没有真实的去用过它 咱们就用一下 就做这样一个小例子先吧 那么咱们说首先是一个DIV 然后里面放了一张图片 就是image是吧 咱们有图片吗 突然间感觉到咱们的图片 很匮乏 这次我看咱们用哪个呢 哪个 就这个 就这个上面还有字 会影响咱们效果的 就这个吧 一点TNG 咱们就image是下面的 这个一点TNG 射宽和高 要不然一会儿呢 这图片很大的是吧 200乘200 写错了对吧 这是个属性啊 走 哎 GPG是吧 GPG 行吧就它了啊 感觉还是稍微亮点点的是吧 接下来咱们给DIV取个名字 叫Class的Ubox 然后咱们里面是不是再设一个DIV要干什么呀 跟它一样大往上做赵子了吧 咱们给它起名字 对就叫赵子 然后里面呢咱们写几个文字 这是 也叫赵子 行吧 然后咱们写样式 首先这个DIV取个名字 它是不是跟图片一样大 所以咱们宽度是200 高度也是200 加个变框 然后咱们看效果 是这样一个效果吧 那图片现在是这个 比较亮的是吧 现在呢咱们修饰 点 兆子 它的宽同样是200 高也是200 然后它是不是超出大盒子了 超出大盒子以后呢 咱们把它定位回去 还是使用复项子学 Position Relative 底下咱们 Position Absolute 然后 POP0 Left0 定位回去了吧 定位回去以后呢 它还没有背景对吧 反正加的这个照 黑的 走 上来了吧 正好盖住了吧 盖住以后呢 咱们这文字是不是看不见了呀 文字设成白色的 有了吧 好 有了以后呢 咱们说要把它设成一个透明的 做成一个罩子 是吧 不能完全盖住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咱们首先会想到就是说 那我能不能设个透明度 OpCt呀 然后咱们OpCt一看 你会发现文字是不是也透明了 所以咱们不使用这个OpCt 而使用什么呢 背景透明 也就是咱们这块呢 这个Background 设成什么呢 RGBA 黑色是0是吧 然后呢咱们设成0.5的一个透明度 然后刷新 文字是不是就亮了 照子也有了吧 其实很多情况下呢 这效果 它应该是这样写的 大家可能会在这个 电商网站上会看到这种效果 嗯 嗯 嗯 这种效果应该见过吧 嗯 应该见过啊 有的电商网站上啊 还有的 你一看 一进来以后看到它是一个商品 对吧 商品的图片感觉不错 是吧 然后当你手表放上来的时候呢 遮了一个罩子 然后呢 让这个文字呢 显示出来说 对这个图片做一个描述 是不是啊 应该见过这种效果 是吧 嗯 这是咱们要说的 背景透明的这个例子 嗯 嗯